有一好没两好 有快乐就有悲伤 尝过百味的日子 体验人生大小事 你现在收听的是 求知不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求知不得 上一集呢 让很多人的情绪呢 好像都降到了谷底 可是其实我录完了 然后几天之后 心情其实贫富了非常多 所以呢我自己是情绪发完就过了 反正事情讲完了 人生还是要往前走对吧 希望大家也不要 把那个情绪放在心里面太久 这一集呢 我又请了一个非常欢乐的团体 那我们来欢迎他们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212 为什么叫212 因为我们刚好是两个处女座 一个摩羯座 两个双鱼座 两个台东人 一个本桥人 两个树林人 我们里面的成员有谁 嗨我是阿丽 我是里面的处女座成员之一 我是小球 我是里面的双鱼座成员之一 大家好我是阿湘 我就是唯一的摩羯座 哈喽我是阿斑 我是其中一个处女座 哈喽我是道仙 我是另外一只双鱼座 基本上呢 这五个人抽在一起呢 就是非常吵的组合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录广播 所以大家会比较 calm down 而且其实广播也只有两支麦克风 轮来轮去 如果在收音上面 有任何你觉得怪怪的 那好像也是正常的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主题呢 是因为上一次的 求之不得的 太多情绪 觉得好像这一集 应该可以开心一点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是来聊 庄小球的糗事 其实我人生当中 应该也没有什么很多的糗事 可是他们或多或少 还是可以挤出一两个 至少可以撑过三十分钟 要不然每一天想节目 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觉得不是我们想不出来 是你庆祝难输 你知道吗 你很多糗事欸 如果要说的话 我真的还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比较多的是你的记性方面 我觉得非常薄弱 算数都会算痕吗 这不是记忆力的啦 你算数都会算错啊 给你多少的数字 当下你敲键盘 或者是敲什么计算机 永远出来的数字 都跟别人不一样 会不会只是 他需要一个再三验证的关系 不是 而且你可以就是 同一组数字敲了三次 三次都不一样 会不会有可能是那个案件 就当天太黑没有看到 是 就是东西到你手上 都会出到 就是类似这种 很莫名其妙的东西 如果跟3C有问题的话 要问阿翔 你3C有问题的东西 我也是庆祝难输 但是 但是我像是诗意一样 都想不起来 数学这算是求是吗 算吧 就是你的账永远算不清楚啊 比如说 你卖周边好了 那个东西那个钱 或者什么 只要跟数字有关 来到你手上经手 那东西就是 会不晓得去了哪里 你不知道丢到哪一条深渊里面 有一次去那个阿 麦巴索 听演唱会 我记得庄君 好像在数人数 还是数人数 称于票钱是多少 然后数一数之后 越数好像越 少的样子 有吗 然后全部人就很惊讶 想说 哇这什么数学逻辑 我印象深刻 因为那时候我想说 天哪这个数学 阿翔你有在现场喔 麦巴索有啊 我贩卖周边啊 他 唱一唱然后你好像说 这个场地比较小 只有100个人 还有多少人 然后就是 我好像记得 对 就是他在演出的当中 对 他就算这件事情 算数学 对 然后全部人就傻眼的 想说 嗯 这个数学真的不行 细节我真的忘了 对 但我印象很深刻是 哇我就想说 天哪数学不好 然后 这场别人全部人都知道 这件事情还有一件 突如其来的考他的话 他每次算数都会算错 嘿 比如说是什么 1加1加1加1等于多少 他就说 5 等于4 1加1加1加1等于4 现在现场谁不知道 欸我刚才讲的 真是非常的 就简单的 那你考大家 因为你是有学过足心算的人 我有学过足心算 那你考大家 你考大家 4加5加6加7 完蛋了 4加5加6加7 哦我不知道 6加6 15 15 15 22啊 你看 等一下你 欸 他没有算 双约没算 我们大家能不能算 我只有算到4加6 然后9加7 你刚刚说20 我才没算 老师刚刚是4加5加6加7 你只算了4加6 那你的5跟7 我还没进入 进入我的脑袋 而且你挑最简单的算 因为你会玩紧红点 6加4 对 数学就算了啦 那下一个球是有什么 永远记不得他记的东西是什么 就比如说他在路上看到了一台很可爱的车 他就说 哦这台车好可爱哦 哪一台车 那个不是5月天的车吗 真的假的 就是5月天之前 我不知道哪一个年份 就是那时候 等一下始终哥们可能知道 你先讲 你知道哪一台吗 Toyota的啊 绿色的啊 对对对 它其实有很多颜色嘛 对对对 对 然后我就不讲牌子了 反正那台车他们就主打是小 小完了是Toyota的 Coun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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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刚才没听到 反正就是他们主打那台车就是可以装得下很多东西 但是它是台小车 然后但是它长的外形非常可爱 就是四四方方的 每一次在街上 就是可能我真的跟小球出去的时候 他只要遇到这台车 不管是应该都是屁股或是侧面的时候 他就说 哦这台车好可爱哦 是什么车啊 我以后也要买这台车 我说哦这个应该很好入手 而且它就是一台5月天之前代言的啊 我说哦是哦 再过了几个星期可能又跟它在路上了 看到哎 这台车也是好可爱哦 我说也是好可爱 他们跟你上次看的是一模一样的车 他说是哦是同一台吗 我说是它就连颜色都一样 就我不知道你记忆到底可以 可以怎样子胡乱七八糟 我还想到一个糗事 我想到一个糗事 这个这次我跟你跟小雨姐 各自出去的时候都有发生过 就有一次我们去林口 林口不是有一个新的那个购物中心吗 奥勒 奥勒勒 然后很多人都在那个美食街吃东西 然后那天小妍就跟我讲说 诶你在干嘛你怎么跌倒啊 我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你想讲讲吗 怎么想讲讲啊 我帮你先开场好了 我来讲讲 讲讲 你们知道节目还在录影中吗 知道 我到底有点快不想你自己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不要笑场好不好 你有这么好笑 你有这么好笑 你很漂亮 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这件事有多荒谬 你好想听哦 这件事小妍是直接在现场 非常严厉的指证我 然后还跟我发脾气 这严正的发脾气 也在美食街对我发脾气 超丢人的 我才觉得你丢人吧 好就是那天呢 其实是非常人多的假日 我们在那美食街 其实每一个座位都很满 我们好不容易就是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来 然后也把各自拿到的餐点 来到桌上的时候 我们很认真的吃啊 吃到一半 我们隔壁的人其实是有一个空位的 但是他那一桌在远方还有一个女生吗 不是就是我的旁边有一个人 他的对面没有人 也就是小妍旁边的座位是没有人的 然后他没有人上面呢就是有剩最后的拉面 跟天妇罗 跟一条天妇罗 一条炸虾没有吃 我就一直在等 大家都很正常在那边吃吃吃吃吃吃吃 我一直跟小妍说小妍 我好想吃个炸虾 然后小妍就说不要说不定有人等下回来就吃了 就我们在我们餐点都快吃完那个人还没回来 然后我就想说 而且我们离隔壁桌的友人的那个人 其实非常的近 就是隔壁啊 我说你不要再讲了 就是我跟阿湘现在这么近 大概这样子有多少距离 欸 不到50公分 差不多因为很挤嘛 然后我就想说 那如果我们快吃完的时候 那个人还没有出现 那就一定是那个人不会回来 我就一直跟小妍很小声的这样讲 然后小妍刚开始他就想说没有要理会 因为他觉得我是随便讲讲 殊不知我真的很想吃那个炸虾 我一直看那个余光哦 就是我的余光一直瞄到他旁边那个 座位那个女生 他其实在滑手机 不时就会注意到我们稀稀疏疏 因为他会有一些做事要去夹的动作 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像就是 拿着手机随时那眼神也都是 我们余光来余光去这样 但是我看不到那个眼神 因为他坐我旁边 对然后我一直用很难看的眼神给他说 请不要这样 拜托不要 No 不准 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真的是吃到最后了 然后那个人真的也没回来 然后我手就伸出去 而且他伸出去 我还没有只是看到 我是看到 奇怪为什么我的余光一只手挥过来 我就直接 OK 而且我夹过来的时候我就吃了一口 我就跟小妍说好好吃哦 结果我的 我旁边真的看到那个人是直接把手机降下来 用一个很左撇的方式这样撇过来看了我们一眼 这时候 那一个没有位置的人回来了 离开位置的那个人真的回来了 他真的回来了 是一个爸爸就是坐在他对面 还带着他的儿子 对 然后还带着柳丁姿回来 然后我就快哭了 我真的快哭了 然后小妍就这样 你看 然后我就想完蛋了 然后我就真的快流泪了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想说怎么办这时候 这时候我该怎么办 因为刚好才发现说我旁边这个女生是他老婆 我就这样一直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讲 我到底要不要讲 然后手上的蝦 炸蝦还有一半 然后 我就说 我就 我就放下 我说对不起 我就说对不起 我刚刚吃了你的炸蝦 那个 爸爸就愣住 爸爸就 爸爸也没讲话的时候 我又补了一句 我就说 嗯 请问我 我可以陪你一只吗 然后对方就说 不用 我就说 哦好 然后小妍已经是整个脸超脏红 因为我也很少看到小妍脸脏红 是不是上辈子 是不是上辈子家里很穷 没牵直下 这么可以来一个地震就让我躲下去好吗 拜托 真的好丢脸 但是后来 因为她说没有关系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而且我也觉得很丢脸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她会回来 所以后来我就是去美食间 然后再买饮料 然后就跟他们陪不试 后来那一整天的下午 小妍就跟我发喉发的没完没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衰哦 因为她从这到尾就不在 为什么她最后一个出现 那就是人家的东西 而且我后来发现她这个 真的是她的坏习惯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麦当劳啊 然后那个人可能那个盘子就没有收去 但是她留了半包薯条 她就说 好想吃那包薯条 我可以去拿吗 坏习惯改不掉 但是她后来其实都有忍住啊 她没有去拿 但是如果她再拿 我真的就撇头就走了 我想说 奇怪到底有什么好生气 别人很浪费 我们就是不要浪费啊 没有我觉得炸虾事件是 她把最美味的东西留到最后 居然 她居然被你吃掉了 你知道吗 而且人家去买个饮料回来 要慢慢享用 怎么可能从头到尾 我们都已经坐上定位 知道快吃完了 那个人买饮料也买太久了吧 诶 每一摊都要排队哦 你要先记起来 其实小杨再三有跟我在过程中讲说 怎么可能会有人留炸虾不吃 一定是留到最后才要吃 最喜欢的东西留到最后 然后我就还跟她讲说 怎么可能最喜欢的一定要赶快吃掉 我说她放那么久都冷掉 就会不好吃 诶 你眼睛要看清楚 那一个就是感觉是 她的餐名叫做天妇罗炸虾餐 好 这个很好笑 笑笑她提供了三个求饰 第一个是我完全忘记 刚刚我讲的时候 大家也都没有意识到 因为我有做这件事吗 就是她说 有一次啊 我骑车出去吧 我以为我自己的摩托车不见 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就赶快去报警 也报警了哦 隔几天之后 我就跟小雨姐说 诶 我找到我的车了 因为我真的忘记我停在哪里 还好没有去注销那个牌照 那台车就不属于你 我只记得你常常没带钥匙出门 哦 带钥匙啦 有一次 我跟阿湘为什么后来变超熟 对 是因为 有一次我们那时候才住 而且我也要聊这件事嘛 我们还是住永和对不对 呃 那时候你好像 我们才认识几次 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没有没有 不认识 不认识 我们还不认识 我们还不认识 我跟延令本来就告证同学 那延令跟你是室友嘛 然后你们还住永和 我跟延令很久没见面了 我发生一些事他也发生一些事 什么事什么事 1234 对 差不多就是1234的东西 差不多就是12345678 好的 我听 反正我们就是 自己朋友之间的那个 心谈时间 聊天 心谈时间 就是谈心时间 有鬼是不是 哦 现在鬼月 七月 反正就是我们在 公寡 因为很久没见面在聊天 对 然后结果呢 这时候 而且还讲那些 比较难过跟伤心的事 哦 我不知道 结果这 这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了 我很像是几通之后才接到 接了之后 面有难色 听起来然后就说 我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才刚开始聊没多久 对 正起敬的时候 正要进入主题 对 就被打岔了 然后 而且还是我们马上回家 但是我又不可能不回家 因为只差一条桥 那个过那个桥就到了 你知道吗 我不可能就是见死不救啊 对 为了要救你 我们就一起去着你家 对 我说那我们等一下再聊好了 然后两个人就直奔永和 我明明没有想要让你知道的一些事 也让你知道了 真的吗 什么事 应该是吧 就那时候也有 没差他忘记了 对 没关系你记忆只有三秒还好 不重要啦 反正那一次就是 就是 在最后一个很重要的moment 你忘记戴钥匙 也是你们成为友谊的一天 对对对 之后好几次他也是因为钥匙的事 我们也赶回去帮你送钥匙 真的吗 真的 他有一次不是被自己就是 因为没带钥匙锁住 是他 翔的医生 他穿 那天下雨天 他穿雨衣 结果他的雨衣 翔的医生 把自己夹住了 他整个人就被整个社区的大门 夹在门口 然后我说 你到底要多久 我记得有照片 我先要去救他之前 我就说 那先来拍个照 因为我去牵车 牵车完之后 奇怪他都没有尾随上来 我就想说他到底怎么 他说 欸 欸 我说欸什么 我被夹住了 没有带钥匙这件事情 后来到板桥也一直不停的 持续的在发生 然后那一个月 有一次一个月里面 叫了三次的锁匠 然后那锁匠就说 你要不要把一只钥匙放在我这 所以后来 我们就决定不要再找锁匠 我决定就把钥匙 想说还要不是要藏在 藏在那个花圃里面 本来想说要藏在花圃 那是不是有一阵子 要考虑要用那个电子锁 对对对对对 因为碍于那个租屋 所以才没坏 而且那时候我们本来 我还跟小妍讲说 诶我可不可以放一个钥匙在警卫室那边 他说你是白痴啊 如果警卫室直接开你家门 我说不会吧 不然就是一个糗 我觉得我们今天录这个要countdown 我们一直很容易失控 太好笑了 还好啦 也没有什么太多好笑的 刚刚那个真的蛮好笑 我觉得炸了瞎让你们 刚刚脸是很崇陋 不是 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 真的 因为如果是我真的会跟演练一样 你到时候会做这件事吧 我会 我也会生气 真的假的 因为我会觉得天哪 我也会生气 为什么会生气 我们觉得我们212里面 土象星座都会生气 哦 因为你们很在意是虾子 不是 不是 欸你还是有一个 有名字 就是在市场上的人 我不知道 你是说卖猪肉的意思吗 有名字 市场是哪一种市场 菜市场吗 传统市场吗 对就是那个什么摊啊 就是怎么可能让自己这样 就是万一他认出你是谁 不会啦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跟阿曼 我们不是去嘉义 找欧鲁拉姨嘛 对 那时候他就很惊讶 他想说为什么一个歌手要穿假脚拖 穿那个红白头出来 然后我们还去逛街 我们还去一个观光工厂 然后就从头到尾 穿着他 对 对你有一阵子好爱穿红白头 我现在也是很爱 我现在也是很爱 是因为那个红白头 它现在越来越滑 会让我摔死 我想说算了 为人生安全 也对你这个年纪摔不得 我记得有一次去 我们要去市城那个 中和的那个 那叫什么 环状线吗 还是什么线 你是说环状线 然后把阿湘关在外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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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不是营球士 是你天生就在放弃朋友 没有啦 那天是 你们跑太慢 不是 不是 是他放弃我们 有一次出国他也叫放弃我 对 有一次 类似世界 出国哪有 出国怎样 泰国怎么了 泰国你放弃 没有 环状线也是 你放弃我们 不是 他手机要没电 然后还跟大家说 我没电了 然后你还一直跟大家说 怎么办 眼力没上车欸 我的手机剩下什么 5%剩4% 然后什么什么的 因为我们刚好是 那天是第一天 我们买好东西之后 就要回去了 所以就直接往捷运站冲 冲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最后 不是最后一班车 他刚好就是那班来 然后门准备要关了 但是我其实提的东西比他多 大包小包在那边后面追他 结果 他说 爷爷你快点快点快点 然后 他就直接在那个门封的最后秒 那样塞进去 然后我说 我整个拿了两大袋东西 冷眼看着他 我说 靠腰勒 你又不记站名 什么都不记 你就给我冲进去 然后我被你晾在这边 我后来是很有默契的 在下一站会合不是吗 诶 这不是应当的吗 对啊 那我们那一次带还转圈是什么 其实是差不多的事 也是你们太慢 不是 你们都在那边立直聊天 你们都不来 我们三个迷你就是走在一个 而且那天也没有赶行程 又不是出国要赶下一站 我们就只是搭去 还转圈 新的还转圈 我们要赶去幸福站 找幸福 没有我们从幸福站还 是喔 我们已经找完幸福了 然后咧 然后我们三个迷你就是搭 就是走在一起 然后搭那个垫斧梯 那个车就来了 我一眼睛就想说 那是慢慢过去 因为那时候还有七分钟 对我们就想说慢慢过去 然后中间就一个人 冲啊就是抓啊抓啊 然后我们都不理他 然后他就自己 抓啊抓啊 他就自己冲 我们就想说我们慢慢走过去就好 反正还有七分钟 结果那个车就在最后一秒的时候 关上 然后他也没要理我们 什么我怎么理你们 那个车子就这样关了 我怎么理你们 你们开什么玩笑 而且环状线每一个班次 其实隔很久 他就这样子 把我们两个抛弃的 我是怕你不认诺 对 我怕丢掉呢 我还记得那一次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 抱冤枉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在讨论 那个陈其珍的歌 一直在讲说什么 就是说什么 鱼喔 鱼怎么唱 我就当下很顺口哼 然后就这样唱完了之后 然后还被我们取笑 我们就说 你真的是很不会听懂音乐的 然后还说 这首歌是太阳吧 我说太阳是什么东西啦 这首是太阳吗 然后我当下觉得是 诶 我记错吗 很像是太阳 就被他们拉走 然后 而且我跟他相来说 对嘛 就是太阳 然后为了这件事情笑他笑超久的 对笑很久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一边笑的时候 突然想说 那我们来证实一下好了 就他就是 阿湘就 打开他的KKBudz 还是什么 然后直接放出来 然后直接放那个副格副格副格 然后他就放出来之后 诶 戴不住 然后我跟你说 我们三个就顿时大笑 而且是互相看 然后看了看之后 我真的觉得 我要唱问天问大地吧 想问天问大地 还有什么糗事 是不是记不得糗事 那我们分享一个 就是 你还有 阿班他们求婚的时候 你是总招 我是那个阿班跟道轩 求婚的总招 对 总招 反正那一天呢就是会分配工作 我就是有带了一支GoPro 就想说啊那庄俊俊很容易忘东忘西 我就给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给他一支GoPro 而且很显眼 就是绝对不会弄丢的东西 对绝对不会弄丢 对 殊不知 这个任务 好像分拍错 为什么分拍错 因为那时候阿湘有跟我讲说 就是 尽量拍尽量拍 拍多少都没关系 我想说嗯对尽量拍尽量拍 任何的画面绝对都是不能错过 我叫你尽量拍 没叫你去 没叫你去他们正中间拍 你知道他们有发正常的摄影师吗 对我要讲 真的是要给他摄影的摄影师 就是田田 对 我们那时候有 有发给田田 跟田田是说叫他拍照 但是婚礼的记录都给他拍 结果田田的相机里面 就是一直有一支东西出现 就叫GoPro 要不然就是他整个人 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 他就要拍那种特写 而且他还不太好意思跟你说 最后才跟你说 对对对对 他说那个小球 你可以先到旁边去吗 超可怜 你知道那个 就是那个求婚影片啊 那个求婚影片啊 我不是被逼到角落 你们记得吗 因为他不是一个L 然后不是站在最角落 小球就一直在我的最前面 因为我们有请人帮我们剪接 他就说 那个人在干嘛 我就说 不好意思 他是我很认真的朋友 为什么觉得这个任务拍错了 因为我们居然拍了一个 平常都要在镜头前的人 所以他在扮演 这种幕后的工作的时候 他也要在镜头前 等一下 他的我当想当出他的样子 是有多想出现在镜头前 可是我跟你讲 大家想像就是 因为我平常被拍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拿镜头 他就堵在我面前 所以我就想说 你要拍出最好看的画面 就是他堵在你的面前 除不知 造成破坏画面的集中议员 我让大家想像一下 他那时候的样子 真的是像这样 就是可能你家有一个 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第一次才艺表演 你就是那个父母 在前面那个大舞台的正中间 一直拍你的小朋友 他的样子就是那样 没有大家想像一下 林道轩跪着 然后安排他的对面 然后中间就夹一个 Gopro跟壮丁 所以那个照片 因为永远都有Gopro跟庄 避都避不掉 就是一个丑 中间事后都被检讨 他们其实有很认真的 帮你安排工作 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好 是不是 我很棒吧 真的 是不是 我很棒吧 下去零五百块的通告费 很多 其实你很多 OK了 而且因为你的 我们刚刚的讨论 就是你的糗事都太生活化了 有些我们 对我们会有点忘记 聊天过程中我们就想起来 但其实有一些不算糗事 不糗吗 都很糗 很糗啊 你真的是真好糗 你真好糗 AppleCube讲一下 而且还发生在今年而已 今年他有一天在整理他的房间 非常认真把所有Apple系列 产品的那些旧盒子 因为小妍说就是 我的房间收到太多人的东西 然后都一直没有好好断舍 所以我的房间的那些什么能量 都没有办法清啊 没有办法通啊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那最近有点堵塞 那我可以来清一下东西好了 我在整理书柜上面的一个 电脑盒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一个 全新的Apple Care 也那个封膜都没有拆掉 他傻眼的 还想说怎么办 然后就大叫 然后叫我过去 这什么东西 这哪一台 那为什么那种不用Apple Care 没有 你其实有用的 已经用光了 我知道了 应该是我帮你买好 你没有用 你帮我买电脑 然后你也没有帮我顺便用一下Apple Care 我怎么会知道 没有要你怪罪喔 没有要你怪罪 对啊 这件事情太久了 欸 你真壞捏 你这样才要怪别人 对啊 真壞捏 你真壞巧 你真的是今天心惊的齁 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糗事 刚刚都一直在讲 我们难道生活当中 都没有自己的糗事吗 你们应该也是一螺筐吧 没有到一螺筐啦 你不要自己一螺筐 我觉得有些是你的习惯引发的糗事欸 我知道我很容易把衣服穿反啊 对 对 没有我讲你的糗事 我讲 阿翔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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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抢走阿斑麦克风 我一下想到 因为我很容易忘记 我要先讲 我要讲 这个大家很有共鸣 眼力 他演唱会的时候 那么多衣服 他就要穿运动衣上台 然后我们都傻眼 就是演唱会呢 通常都会有 就是都会有准备好衣服嘛 通常前面的正常的节目都会有一些 就是节目的衣服嘛 最后一套通常会换比较休闲 然后那天的面部实在是 变到我们两个傻眼 我记得我们很像应该有帮他挑过 只是不晓得哪里来的 就是他 他哪里来的自信 自己挑了一套 落脱克 我挑了一个吊嘎 很多的女明星就是穿吊嘎很好看 然后会很性感 我想说 阿那我应该要走一个另外一个风格 因为我那天也是很女生 我记得都市女生吧 因为那个头发QQ的 然后想说那应该也这样吃啊 就出去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的烟 我就还是 事后庆功业的时候 就说傻眼 那穿什么东西给我上台 那时候我其实已经播完投影了 全世界傻眼 然后我在侧台跟阿湘那边 就是看你们在干嘛 结果 你一飙上台的时候 我就想 What 对 而且那个 那个吊嘎还有点狼狼的 对 是怎样 就是你可能要挥手啊 从家里 对那面衣都会看到 对对对 是不是出门 随手一拿的睡衣 庆功业不是很常 衣服穿反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好像要去 买东西去Costco还是去哪边 然后买东西 要回来煮饭 然后回来的时候 才发现她衣服的标签在外面 然后说 然后你记得 她不是很常发生这种事情吗 很常啊 很常啊 然后她就说 你的衣服怎么穿反啊 你确定不是 那个衣服本身标签就在外面吗 因为很多衣服 你是婴儿吗 不是不是 是真的 因为你们都穿条纹的居多 我确定那一个不是 因为那衣服很宽大 很像睡衣 真的 到底是哪一件啊 我好想回想一下 因为她平常穿很多那种条纹的衣服 对她很多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的时候是 她一上车的时候 我们就说 欸你是衣服穿错了 她就一直很想要换 因为她里面不是平常都穿小可爱 小可爱 就是可以一个薄的那种 在演唱会上面那一套吗 我是不知道 所以她刚刚说 欸来想想我的糗事的时候 我想说 嗯 这不就是她平常会发生的事 我们都习惯了啊 所以你的糗事 其实就是你在日常 因为我们很常在路上说 中俊英 回来 回来 所以她时常不会看路 都是要旁边的路人 对 就是我们带她 哈哈哈 她真的就是 无时无刻在划她的手机 所以大马路的时候 你就要一直喊她 中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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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招呼一样 中俊英 是因为有很多人都传讯息啊 然后我就一直回不完 就想说 趕快把那边回不完 你不要过个马路才5秒钟的事情 她们就是 我就很担心她们会想说 我是不是没有回她们啊 她们会心情不好 我做的压力很大欸 上一集吗 哈哈哈 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 还有她 她还有一件事啊 就是她的东西呢 是永远都不会找到的 她时常在找东西 你把它整理完 我才找不到 这个真的很困扰 我跟你讲 所有的人绝对不要帮双鱼座 乱整理东西 双鱼座是乱中有序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有时候你以为她很乱 不 她其实是由于宇宙秩序 没有 我问另外一只双鱼座 她今天都没讲话 欸她是非常整齐的双鱼座 没有 可能男生跟女生 是有差啊 是是是 我跟你讲 我们刚刚在吃晚餐的时候 我刚刚在吃晚餐的时候 就在讲双鱼座 然后就 不小心讲到 双鱼座 发现不能讲 不能讲另外一只双鱼座 那你有别啦 我们就把她说 女生的双鱼座 是因为 阿道哥他们家 本来就有洁癖 对不对 你话好好讲喔 你们家没有洁癖吗 我们家的确没有 是吗 妆爸爸 哈哈哈 我们从 2375出来找房子的时候 刚开始呢 小妍就会说 客厅是公共空间 然后整理很干净干嘛 结果 没想到99是小妍就会 一直在发脾气 就会说 你都把家里弄得很乱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一直搜 你为什么这一集要把眼力营造成 一个很爱发脾气的人 我真的没办法 就是受得了她这一点 你跑 你客厅这样就算了 你可能走进她房间 你会觉得 奇怪为什么她某一个角落 就很像在搬跳蚤市场 就是她说 我会整理我会整理 然后你会觉得她有一段时间 把客厅整理好了 但是那些客厅她的东西 会永远堆积在她房间某一个角落 我跟你讲 来你们家的时候 就是你把门关起来的时候 就是里面是跳蚤市场 打开的时候就收好了 没有我这几次来你家 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记得刚开始 来到你板桥的家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来吃饭 你们都会特别把家里打扫干净 我们今天也有 我们每一次都来 我们很渴望大家常来我们家 就是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因为每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重新整理一次 你不要这样 当天就可以收垃圾 你等下就会在粉丝页 看到有人要来你家参观 没有啊 前提是那个人要小言同意 对 大家不要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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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阿班要讲什么了 他可能会觉得最近 没有什么特别在整理了 你知道是你在 你在记忆在做整理 没错 但是最多就只能做成这样 然后我是已经放弃了 因为之前来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哇亮亮的 哪里有亮亮的什么 就是感觉是有整理过阿 就是你是知道他有整理过 我觉得东西越来越多了啦 大家不要再送东西了 大家如果要再送东西来的话 我觉得倒不如就是 把这个扇款拿出去捐 不是 不是大家不要再送东西 还有一点 不是不是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等一下之外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报应了 报应了 有一件很大的问题是 他很爱留东西 每一个什么盒子啊 纸袋啊 或是就是某某样的东西 该留的不留 手机的身份证不留 书证啦 就是那种很无形的他不会留 有形的他都要留 先从里面全部都是 什么是无形的 是零还是魂 是零还是魂 零还是魂 这什么脑袋要记的阿 他都不会留 诶我哪在记很多东西诶 哦真的吗 3加3加3加3 12 哎呦 是不是 那我考虑你们 4加5加7加8 49 87 6 5 4 3 2 59 15 15加9 24 诶 3 4 12这一题是很简单的好不好 3 412有需要考吗 他考啦 我是看到你的程度好不好 我们要因人而异 因才施教 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啦 我觉得我糗事其实还不算多 真的非常日常 所以 为什么就是大家 日常的时候呢 对我又爱又恨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 如果真的要生气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快就忘记 其实蛮多 我们可以再录下一集 对阿 哈哈哈哈 没有 小球的糗 小球他觉得的糗事 不是糗事 因为对他来说是日常 很日常啊 对 我们今天做一个结论了 就是你的糗事就是日常 好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糗事不得 那下一次2121要聊什么呢 敬请期待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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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